你好 回到你 你自己的小笨蛋 你自己的小笨蛋 我們正在討論這件事會不會成事 就是阿拉阿拉 我們給少許時間 牛喉先 我現在正在看 雞精 他現在雞精惡補甚麼是馬鴻大小姐 對不起 我真的很惡這件事 完全不懂 我現在正在學 我們把這個球拋給古塔填詞人 我們給少許時間古塔填詞人惡補一下 我們先講一下新信號 這次不用IT同事幫忙 我們進步了 今天很搞笑 因為我看到甚麼很有趣 就是平保我們行的研究報告 2月的時候是下跌了 其實VChat比較少見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通常以研究報告的評級來說 單歸是比較少機會出現的事 所以在2月的時候就下跌過 然後2、3月的時候 其實直至大家開始重新炒中特股之前 平保表現不算太好 那他今天最新的研究報告 竟然就反過來重新升級上去 然後你看到無論是規定 目標價也升了不少 我整合了他兩次研究報告 有甚麼不同 令到2月的時候還是下跌 然後今天最新的報告 又會反過來升級上去 因為平保的話 近期我想大家可能傾向 或是留意得多的 都是一些消息面 或是一些很概念的東西 就是中特股 股息概念 但是少些人討論的就是 平保也好 或者叫做內險也好 基本面因素 究竟有沒有甚麼轉變 或者市場人士怎樣去分析 這就幫大家整合了這些資料 其實主要他有三個關注因素 第一個就是中國國債的收益率 其實根據他的研究報告 他之前就是擔心 怕跌得太快 影響平保的財務和收益 但是現在PBOC 他又覺得發聲後 其實信心就大了 第二樣內防 大家都知道 相關政策近期都多 第三樣東西 就是他提到派息增長方面 不是派息 是派息增長 他之前就覺得 市場就有個擔心 就是因為他作為一間保險公司 其實他那個償付能力的指標 就是評估你間公司 能不能還錢的指標 是比較嚴格的 還有他有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他也要擔心一個良好的 一些常負能力指標 那個重要性 甚至乎有些人會分析 會不會就是 多過他要 減粗也要整個派息增長呢 所以會有擔心 就是如果他常負能力指標 不怕未來不靚仔的時候 那未來那個派息增長 都有機會有不確定性 而他最新都提到一點 就是他觀察 他都有樂觀的 在常負能力指標方面 這個就是一間機構的研究報告 但這幾樣東西大家可以 原來那些機構投資者 或者那些研究部的人 他其實會看這幾樣東西 去分析評寶 或者是分析那個內險板塊的 如果你說評寶近期的話 就牛牛鬥鬥 最近多麼多人問你評寶 有嗎 少啊 有人說你很認真 也要你也要來 哎呀 學一下東西嘛 平保我開著了 深信號應該要弄一段影片吧 弄一段什麼 POMO現在是燈塔那個 是啊 也要來 我不可以在燈塔那裡 我的合作不給 我已經 你已經做好了 我已經念力問了 念力回答了 是不行 應該是不行的 OK 你來吧 他們一齊來的 整班一齊來的 你見我見頭才會見 我剛剛有人說你 KHO 阿索 這些 哇 其實很有畫面 其實很有畫面 我覺得OK 但是這個恥度太高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成真的機會都是偏低的 哈哈 恥度太高 這件事真的很難成真 這件事真的很難成真 唉 那麼評寶這些位置 就前日 我有沒有記錯呢 好像是前日 我觀察到是有些人吵 我想是前日 去回40元邊 是的 前日也見到的 40元邊 多一些人吵 是的 沒有記錯 6月4日那天 那 吵的話 應該是吵多的 因為評寶 你看看他五月頭 二段法力那一刻 就是40元頂住的 一爆上去 哇 慢慢衝到46、47 所以其實 我想資金有機會 都是看著40元邊的位置 因為都是有機會是紫舌近的 就是可能 資金可能如果失手40元 或者39元有機會會紫舌 那麼向上的話 就看他會不會 今年再走之前這麼偶的行程 那方面的話 其實評寶也有幾多 比較高槓桿的選擇 譬如以我們 我們有三隻 不同的槓桿 不同的行駛價 譬如如果你說 我短炒箱 選到最高槓桿的 你可以看一隻 25355 如果你說看槓桿有十一、十二倍 中等一點 不用看我這麼高槓桿的 都有 有這隻25312 但是如果你說選擇的話 其實你 行駛價又不一定要選到這麼遠 其實你選擇一隻25355 這隻行駛價放在49元邊 八月到期12倍槓桿 其實如果你說短線 薄一薄指示近的話 其實資金有機會都會留意 這隻25355 而且操作上可以留意內房 內房 因為今天的內房是炸的 OK 所以平保落都合理 但是如果你說 突然間第二招 你知道內房瘋了 你見過那些884 那些都對得很厲害 你如果突然說 發覺是走路的時候 那你平保很大機會 做第二梯隊 你那一下子衝進去 那個直播率就高一點 你不用等 因為如果你等的話 我想要買一些長新的電話 明白 等的話可能就證股 牛 長新的電話 這些策略都可以留意一下 內房的話 我們之前也有提過 就看就會看 如果你說炒卵的話 其實大間一點的話 卵症選擇會比較多 譬如688的話 相對卵症選擇就會比較多 你看到24809實際槓桿也不錯 12月到期不算很短 但是也有一個不配的實際槓桿 OK 這隻也拍得算不錯 196對198 教育幅度25%左右 內房的話 用槓桿的選擇可以看 688的24809 這隻跳 牛汁市是甚麼情況 甚麼 有很多人幫你想好 馬安大小姐是怎樣做的 要戴那個假髮 你剛剛看到的 它是有戴那個 有假髮的嗎 要遮住眼睛的 那個 還有一副沒有寬眼鏡 沒有寬眼鏡 再加一套燕美服 燕美服才難 這雙鞋子很漂亮 我找給你來跳 是我贊助的服裝 我真的容易不增 他心想補 你拿來這件給我 真的穿到無法做 怎麼搞 是嗎 還有甚麼問題 716我不懂 716是甚麼 716不清楚 有問題可以繼續問 另一個挺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沒有那張圖 這麼搞笑 不要緊 接著就是 我記得第一次新訊號的時候 我是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有些類似田野調查的 就是回到大陸做 還有其他 是的 一堆貴佬 是的 一堆貴佬 我們那個叫CRR research 很搞笑 中信利昂有這些東西 上次就是 就是一個關於旅遊方面的調查 今次其實他們近期做了一個 就是在大陸訪問了800位 就是過往就有去澳門的 之後就會了解一下他們接下來 會不會去多些澳門 或者去澳門方面 會玩些甚麼 嗯 然後呢 上面那張圖有點故障 其實他們的研究就說 其實未來十二個月 其實都有七至八成左右的人 其實都會有興趣想去澳門 有些預算各方面都可以的 而這一張的話 其實因為大家有留意的話 其實五月份澳門那方面 其實有些相關的政策出台 主要就是擴充了不同的地方可以去 橫琴那些又多了很多的利民措施 訪問方面其實都多了很多措施 那這一個的話 其實他就是想 拿點討論 究竟這些措施 跟那些人究竟會不會去澳門 有多大的關係呢 所以左邊這個其實是說 其實原來內地人士來說 大部份其實都是要用那些簽證去的 所以你簽證去方面的話 有些相關措施的話 放寬度就能聽到 是的 其實都是直接有關聯度在的 而右手邊的話 就是訪問了那些八百位人士 問你們有些甚麼因素 你們覺得會吸引你們去多些澳門 其實你看到多些的宣傳 或者有些新的玩意 多些抵抗那些的話 加起來其實都是佔三四成左右的 而如果說在Visa那方面 其實多些便利措施的話 其實都已經佔到接近五成 所以這個的話 就會看到會不會就是 之前那些政策的話 其實都真的剛剛好 就是正中了他們的需求 是的 這樣 而最後這個也挺有趣的 就是訪問那些八百位人士 去澳門的時候有些場所的選擇 場所嗎 就是場所的選擇 用字很好 是的 而你見金 那是高牆 什麼場所 長所 對 長所 是 什麼意思 長所的選擇 而你見龍頭一點的話 你見金沙都很熱門 過SGM是第二次的 是的 如果你說 而當炒一些的話 譬如MGM 永利那些的話 其實你見 因為之前都有 大家如果有留意開一些大行的研究報告 或者一些人對於它的基本面分析的話 其實好像這兩個名字 大家對它的增長的預期似乎都是樂觀一點的 反映這個數字上的話 你見 其實它一按一按二四年對比二三年的話 好像都真的配合那些研究報告的數字 好像真的越來越流行 多一些人感興趣 只有它兩間有一星 多的 而且是明顯 多一些空位給它追 多一些空位給它追 還有它這個是 調查它的存在的流行 所以也是符合之前說 它們會不會搶多一些市場共產那件事 因為之前的研究報告 主要我見不同 主要都是講這些項目的 這個就很近期 這個是五月底出的一個調查結果 反映股價的話 譬如剛才提到二二八二那些的話 其實它都可以維持走勢 所以其實有些分析會說 其實它覺得板塊上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因為它覺得板塊如果有問題的話 其實這些好像炒增長概念的話 未必可以有個比較堅挺的走勢 所以有些人會這樣分析 而如果你說近期的話 走勢上相對 譬如27、19、200那些大一點的話 未公煤的走勢會比較堅挺的 這隻二四一八五就 過去兩三個星期比較少人看的 但是再早一點的話 其實這些位置其實都挺多人看的 這隻條款上仍然合適的 二四一八五 所以其實股票和卵都可以放入視訊欄 留意一下 尤其是如果你覺得市貨不是那麼牛 之後有機會炒股不炒市的話 其實澳門版塊這個版塊之後 會不會再吸引多些資金回流呢 或者段五節的三四日 段五節就未必的 老實說 會不會叫做一個小假期 對的資金 其實如果你說近期的假期就不是大 其實如果你說的話 就是看十一黃金的週前 但是就是看近期的資金流向 而另一個你可以看大隻的那些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看1928的話 這個是六個月圖 1928其實拉長一點來看都挺低位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是卵場資金流 觀察到近期就是1928的資金流會比較多 因為你看到剛剛那個220就是 未去到45度 可能60度上 嗯 1928其實你看到歷史圖 它是這些位置 所以呢 有些資金我們看到這些位置 都想試一下是不是撈中那個低位 是 20元以下 是的 這個報告 有機會這些資金 譬如下面你看 下面你看這一隻就這個低位做18 那麼有機會他們可能下面都是看18元 可能都會走 那麼向上的話 譬如如果去駁回20元 或者駁回21元的話 有機會他們是這樣的一個策略 嗯 所以就 2228就真的反而不是說近期吸引很多資金 金沙會比較多 兩隻叫 不同的條款 看到都有一些資金提的 嗯 那麼你看到金沙現價就18元左右 那麼18元左右的話 這一隻24585 那麼那個行駛價就會比較貼 20元邊 那麼這個槓桿做到5至6倍 那麼而你說選擇高些行駛價的23676的話 它的行駛價雖然去到25元 但是實際的槓桿不是說高太多 那麼所以如果條款上的話 其實24585都可以留意一下 相較於剛剛另一隻行駛價看到25元那些的話 那麼這一隻你看到 這個駛價做到6指左右 實際槓桿5至6倍 那麼一乘了價位的幅度而已 941牛啊 941牛好像都很多人問了 941 我見有一條很技術的問題 8分8街貨叫是不是不懂得升 8分8街貨叫是不是不懂得升呢 有兩樣東西 第一是它的理論價格方面 其實就是跟那個街貨量的多寡 就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這個是理論價格而已 理論價格跟真的交易的價格 其實都還有少許距離 尤其是你在100%街貨的情況下 那些我們莊街其實都已經沒有貨賣的情況下 變成很大的程度上 那個會出現的情況就是 有機會你那個卵證的價格 是會偏離理論價格很多的 舉個例子 譬如當你理論價格是一元那樣 那可能當你一個call的 證股升的 理論價格由一元到過一那樣 但是由於它已經是100%街貨 有機會它前一天的成交 完全不是由發行商去主導的 還有那些盤都不是發行商對手盤的 市場人士是沒有定價模型 那些討論系統那些的 它也沒有任何的義務 或者責任還是什麼 要跟著理論價格去買賣的 那出現了什麼情況呢 有機會可能前一天 它其實明明理論價格是一元的 那它前一天可能已經討論過二 過三 過四 那這些情況也是有機會發生的 尤其是在100%街貨的論證 那第二天回來 那如果這些家業盤消失 因為它沒有任何保證 那些人喜歡前一天賣也可以 下一天賣也可以 下一天賣也可以 那有機會第二天前一天賣過四 第二天賣過二 那你就會看到好像在賣的價格很奪 但是理論價格其實就沒有關係 那麼這個就是100%街貨會出現的情況 那麼跟著就941 9%牛牛 這些位置很難操作 這些位置升上來又不是很下跌 所以如果你薄短的話 髮關監的工藝 也 timed 24923 如果你的策略是一點殺 água 就可能牠站升上 譬如增強中了 其實短炒一兩棍的話 用槓桿城上去是可以考慮的策略 24923 搭載我們也有的 如果你說牛的話 也幫你看 牛的話 明明你有沒有看什麼收回價 牛的話 市場都有很多的 之後我們都在部署的 有機會七八月就有牛熊政見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那你見市場上 七十多的又有 六十多的又有 很多選擇的 你可以自己找一下 六月先炒著歌 七八月再炒牛熊政 9961 牛熊最近是不是有看 應該大家都有看吧 24750 24750這隻 這隻條款也不錯 這隻有七倍槓桿 還有行駛駛擺遠一點 做高一點的槓桿 那你見市場上 槓桿做也有七倍左右 開界方面也挺理想的 那接著就 這陣子有人炒9961 是炒CB那件事 炒CB 昨天自己手腳慢 昨天他前晚出通告CB 昨天是低開的 那一刻他又想穿底不穿底 我就等一等 然後他一做完就抽出來 任徹了 然後就一直不買 一直不買 那就衝上來 不用跌了 然後我就等他回回來後再買你們的槓桿 OK 因為我覺得他出了CB之後 那個底應該都挺… 那個叫做支持力也挺強的 那如果你那個CB底也穿 那就焗走 那我覺得有鐵底在駁再上去 我就這樣做 穩陣一點 是的 但如果是好倉那邊 好倉那邊也有些 又不是說很多的 老實說 反而見到淡倉那方面的話 這幾天食股是多的 這幾天食股多 所以你看到其實他炸下來的淡倉 尤其是這一天 月底其實一直都是偏食股格局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和大家更新的資金流 其實之前有一陣子是很嘗試去投資 但是之前就投資到成功拿到好位那些 其實我們看到資金過去一段時間淡倉方面 尤其這一天大家看到 比較多的流出 是 好倉方面的話 就見到 繼續買 但是好像回到五月底的時候 規模會多一點 近期就似乎 也不是說太多資金 就是炒住996億 可能在等著 要買就買了 也是的 其實這些位置 其實這些位置的話 有機會看看會不會是 譬如明顯的向上向下的時候 才有更多的資金去追趕追趕 對 他剛剛就在一個陣子裏面 有機會的 希望快點向上 接著還有什麼問題呢 先看看 新路水上派對 不行 這個 更加過不了我自己的派對 這個過不了我自己的派對 你自己 你打爛陣的 聽到這些東西 不行的 怎麼可以露肉 可以露肉 對 穿潛水衣 潛水衣 水底 不是穿那些防曬的長衫 我自己穿而已 深壓如泳衣 那他那個派對的人 不是這樣穿的 但是他那個派對 我覺得以Marketing來說 都做得不錯 是 挺有Noise 這個你有看的 這個就不 你說誰 就是新豪的水上派對 你說電視機那些 他經常賣廣告 他經常找很多美女 美女 美女 我真的沒怎麼看 我都不看這些 我都沒有看 你也沒有看 我都沒有看 我都沒有看 你也沒有看 你也沒有看 我分享給大家 只有他看 我又看一看 你又看一看 我又看一看 是影片 是嗎 就是這些 我又看一看 我又看一看 可能在IG 就會看到DKO 我之前真的沒有看 這些 我都是工作需求 我都是工作需求 才要看這些 或者這些 對 有些再誇張 這個是一個美女 有些是 一對 一百個美女 那些我都是工作需求 要了解一下市場行程 才要看 那些 我又看一看 有人讚你的荷蘭波紗 是嗎 荷蘭波紗 當然了 荷蘭為何沒有熱身材 未輪到去 今晚 今晚 沒買了 馮完你 真的 千萬不要買 喂 不好意思 先不要談 我旁邊先 有沒有問題 剛剛答漏 大家有的話 可以提回我 那鮮豪也可以叫 鮮豪 有沒有一個 鮮豪少一點 少一點 200 我看到它的水上來源 那麼精彩 什麼號碼 200 沒有 即是沒有 即是沒有 沒有了 那沒有東西了 其實鮮豪的圖 因為鮮豪的 機構的報告都少提一些 所以就少看一些 可以嗎 這個圖 不懂得看 鮮豪是在名單上嗎 印象中 不一定 但是我剛剛用搜尋器看 卵場也沒什麼選擇 應該不到 這些我看報告也少看 這個名字 因為小字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像是用CN組 不知道你說什麼 看不到 1058 還有1058 時間差不多 要回去做些事情 1058 真的好強 這個角度 這個超越了45度 神經病 60度角度 很瘋 這個中等 我的電腦出了不太久 看一看 教育幅度 有多少 還要追加 116 好 還可以 還有一些教育幅度 25 489 出的時候 好像教育幅度是兩三成 這隻 轉一下 只剩成半的教育幅度 但是這隻實際的槓桿也做到五倍以上 但是卵價沒辦法 正股升的時候 卵價更升 卵價現在偏大一點 但是槓桿做到 槓桿有五至六倍 看看市場上其他的購物 行洗價 你見它升得厲害 其實很多都價內了 價外的選擇 連著我們就一二三四 那 就 這些好像未上 這些 所以選擇不太多 對 還有這些你見 應該都偏大價 這些年期 去到明年十月 就會 再大價一點 有機會 不要緊 大家可以多用一些搜尋器去比較調款 那 你賺160真的很厲害 116 每一次都要謝謝你 真的超厲害 認識到這隻股票 1816 今天又破頂 今天走勢也不錯 還要脫掉顏色 今天走勢 用這個長一點的圖 我昨天不敢罵 今天又破頂 這就是這樣 其實它 這個又是什麼角度 多少度改 60度的角度 電有沒有心水 這期都是160 大家不知道資金 資金就 反而 資金最近電的召喚不算很多 1816 叫做其中一隻 有些資金炒下召喚的 它的槓桿 在電股的召喚來說 相對做得高些 尤其是 譬如你看到2541 實際的槓桿做到有4至5倍 而其他上一些熱門的電股 很多的槓桿 譬如我剛才看到有人 上一節有人問過902 你見902 你不計較短期的話 其實很多都是 可能未必有4倍 所以走勢上的話 尤其是電股 如果你又想高槓桿 走勢配合正股的話 都見有一些資金會提 就是160 2541 174 這個槓桿做得inations更多 2 per ile 因為那隻 24 251 это 249 今年 Forex급 itsuman 對 それoma 2541 是更低小 這隻 保持得 anyways 跌倒 症 WAR 有機會升到 2 arri 295 自己看 好了 那就試米時間到 好了 今天時間到此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等你心動 可以跳舞了 等你的晚安大小事 當然了 事不宜遲 他出來說一下 哈哈哈哈 好了 剛剛上述股份提及的都沒有遲到 好 麻煩你再說 好 麻煩你 拜拜 拜拜 好可惡 能否這點